其实我在海上四路之路博物馆 见过这艘沉船的原貌 我私底下也做过一些个功课 我看人家在外国打捞 都是在水底先把这个船分割开 然后捞上来之后再拼起来复原 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我们打捞南海一号的时候 需要用这种整体打捞 这么高难度的方法呢 而且这个船很大 多大 四十多米 对吧 一把 就是残长现在是二十二米一五 对 不好意思啊 你说那个箱子是四十米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你说对了 这么做呢 是因为当时我们处于很多考虑 因为这条船 我们知道它是一条满载货物的沉船 满载货物 而且像这种沉船呢 不光是货物 它会有大量的人在上面生活 会有大量的邪行品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 整体地把它拿上来 尽可能地去复原 我们考古学家怎么做到的 大家一定想知道吧 想不想知道 有请道具师 整体打捞呢 这个也是在国际上没有先例的 简单地说 我们就做了一个盒子 把它捞起来 做了一个盒子 绑快递呢 老师 它不是一个快递啊 对对对 做好盒子 我们把盒子套下去 然后连盒子带它一起搬上来 套那怎么套呢 对呀 我不明白了 我更不明白 这个就是沉箱嘛 小月说四十多米就是这个 对对 它的长只有四十米长 我还有一个疑问 你这网上一放 你怎么能让这个沉箱 可以到船的底部呢 对对 这个张老师 您问得特别好 因为你要把它压到这个箱子里边来嘛 对呀 对 这个小月力量比较大 分量大 你可以试试 能压不压呀 试试 对 往下压 厉害啊 我不捞了 我不要了 都这样了 你不要了 我不要了 这还不行啊 你这还是下不去啊 下不去啊这个 下不去啊 确实是压不下去 这个送到的第一个困难 就是压不下去 这个后来我们在这个沉箱上呢 也设计了配重 就是利用它自身的重力往下压 就是说类似像这样就是水泥块 啊 这是水泥块 对 总共用了四千多吨的水泥块 水泥块进去之后 我们终于把它给沉下去了 箱子沉下去了 对 现在也不能动一动 它还是漏的 对 当时有一个很巧妙的一个构思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沉箱 实际是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共我们又做了36个钢梁 我们会在底下呢 穿这个钢梁 把它做成两个箱子 太聪明了 这个箱子是两部分 如果整齐齐重量特别大 后来我们在水下呢 就是等于是做了一个切割 把这个箱子的底下并没有带上来 最后咱们再来切割一下来 切割完了现在 可以了啊 一 二 走 好嘞 成功了 我们现在这么说很容易 但真正在做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难的 就是所有这些工作都要在水下 三十多米的情况下去完成 而且是没有能见度的 我们计划原来是说争取每天做一根 但实际上用了十几天的时间 才穿过第一根 这是非常困难的 天哪 施工难度之大 他们得经受水下看不见 而且还要有超强的体力 和超强的毅力才完成 这样一件打捞的任务 有关子的 回来 我们下轮后